很惊讶吧 我昨天哭了走的 今天又来了 你怎么就不死心呢 心怎么会死呢 我不仅没死 而且我心崩崩直掉 我现在知道了 男人有时候也是会 耍小孩子脾气的 我不计较 明天 明天咱们去登记吧 我会在哪儿等你 你一定要的 你别闹什么枪 我没有胡闹 如果你觉得爱是一种胡闹的话 那就让咱们胡闹下去吧 你是不是胆怯了 不是胆怯 那好 我一定等你 你一定要来 你不许说不 你不许失言 你不许让我伤心 我会让我接个人 蓝姐 那天在医院我拍的不好 对不起 这些事啊 我都给忘了 那你原谅我啊 有什么原谅我原谅 找你不许的 我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不知道合不合适 什么合适不合适 带你说吧 我要和丽珊结婚 马上 那 那丽珊在怎么想 她不想跟我结婚 她说要跟我分手 我一猜她就会这么做 可是她跟我们做是不对的 我不能接受 她这个时候感情很脆弱 很需要一个人在她身边 她需要结婚 你这么跟她说的都不容易吗 我还没等她反对 我就跑开了 反正我告诉她 明天我会在结婚登记处等她 你这么做她不会去吧 南京 我求求你帮我劝劝她 哪怕是求求她 行吗 行 但是我怕 不会有什么效果 你这样吧 我尽全力好吗 谢谢你 南京 拜托了 好 我来 走吧 回去住两天 随便吧 走 我来了 我来了 走吧 回去住两天 随便吧 走 妈 妈 妈 麗珊回来了 妈 今天下班还挺早哦 来 妈 你在麗珊先聊天 我先过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 妈 挺好的 你还 你都瘦了 没吃饭吧 妈给你坐去 妈知道你爱吃溜肥肠 妈给你坐去啊 你等着 不用了 妈 你等着 我还没吃的 我还需要一碟 你去除了 我都没吃了 你吃什么 我都没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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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没吃了 我都没吃了 你都没吃了 你都没吃了 怎么不陪妈多躺一会儿呢 妈给厉害 又肥肠儿呢 累了吧 把衣服脱了 休息一会儿呢 没事 没事也别躺一会儿 杨总经理 明天还要跟安妮去登机呢 安妮跟你说的 看你急什么呀 安妮是认真的吗 她说明天的一天都要去 你可别让安妮伤心呢 知道吗 我都这样了 如果我跟安妮去登机的话 那才会伤人的你呢 我可以躺一会儿吧 这婶子 厉害 立善 哥 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 我好去接你啊 我在里面表现好 就提前释放了 立凯 非常溜好了 就你一人吃 别给别人吃 都吃了 吃了就胖 妈 老爸 妈 妈 记得那份小时候 咱俩在一个被窝里 每天晚上 鸡咕鸡 鸡咕鸡 现在大了 烦到不如以前勤了 其实哥做了好多 不该做的事情 你说这个家里 让哥弄得零七八乱的 妈也没有人照顾了 你说你好不容易 有个女孩喜欢你 我这还阴差阳错了吧 哥 你别说了 这 这都过去的事了 那你走了以后 妈就没人照顾了 身体也就垮了 就成现在这样 你嫂子呀 带这个东东本来就不容易 时不时地 就过来照顾咱妈 我又病成这样 她越是这样了 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你嫂子 虽然他们没跟我说 但是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厉害 可想托付一件事 以后冬子 以后冬子你得多找我 想我不懂事 你该打的该骂的 都行 骂的岁数大了 别惹她生气啊 你嫂子爸 个性强 有时候 你得去主动地 帮她分担点事 对了 我跟那个林总说好嘛 等你把这段时间 调整好 你随时可以去上班 行了 行了 就等他个 你随时进来 可不可没说我 我